觉得一家害怕急的 隔壁搬来了精神冰月致好的杀人疯子 主角妻子被前男友欺骗投资失败 还道歉了高利贷 被黑老大强迫拍了照片 派出销到家里追债恐吓 主角臭钱还债 被黑老大羞辱专库当 而妻子的照片要再拿钱来买 主角愤怒一分钱也不还走了 在路上就被昏昏尾欧抢了钱 报案也毫无线索 妻子和儿子被换索在家里种火 主角毫无办法 妻子被烧死 这时疯子砸烂门锁救了主角的儿子 儿子烧得面目全非 疯子决定帮主角复仇 主角找黑老大求情 手下要求钻扣张被主角暴击 疯子收拾了所有手下 出手干净利落 主角和黑老大搏斗 黑老大不敌 为地求饶搞偷袭 这时FBI赶到 两人被绑上救护车 黑老大嘲笑主角拿他没辙 没想到一生是疯子假扮的 两人把黑老大奔解 开动物园的瘸腿父亲 带着母亲哥哥和主角坐船移民 轮船遭遇风暴于难 主角上了救生船 瘸腿的山羊猎狗老虎都上了船 母猩猩坐着香蕉飘来 山羊腿受了伤被饥饿的猎狗吃掉 母猩猩发怒一圈 瘸到猎狗被咬脖子死了 主角害怕趴在桅杆上 老虎出来干掉了猎狗 要把他们都吃掉 主角用老鼠喂了老虎 使劲摇晃让老虎晕船 然后才睡凉时 在海上驯服老虎漂浮了一百多天 老虎也奄奄一息 漂流两百多天终于上岸 老虎就失踪了 调查人觉得故事难以自信 主角便说了另一个版本 瘸腿的水手和厨子救了主角上船 母亲抓着香蕉也游到船上 饥饿的厨子吃了一只老鼠 还把瘸腿的水手杀了死掉 主角怜悯放生了乌龟被厨子殴打 母亲给了厨子一把 被厨子砍了 主角愤怒杀了厨子 活了下来 那你父亲和哥哥遇难了吗 哼哼 哈哈哈哈 警员家里半夜 电视自动打开 家居会移位 照片会掉落 其实是男女主 偷偷住在警员家里恶作剧 最近又出现了儿童失踪案 和16年前的一样 但罪犯早已被警员所抓 至今拒不认罪 警员妻子和前夫在地下是优惠 转头回来 前夫居然挂了 妻子害怕告诉警员 两人把尸体晕到山里扔掉 而躲在角落的女主看到 是警员偷偷干掉了前夫 并且分解了尸体 女主准备报警 对警员打晕 然后警员干掉女主 捅伤自己 为叫抢劫反击 主角上前 抢到手枪指着警员 主角就是15年前 被绑架幸存的小孩 到处寄生为了找到绑架犯 而主角认出的警员就是犯人 还发现了作案工具 和失踪孩子被困的木屋 主角干掉了警员 最后FBI解救了失踪了 纳尔改了主角棋子的身杰 导致棋子魔术表演淹死在玻璃缸 棋子绑身杰的是 男人秘密双发的哥哥 导致主角和男人决裂 主角在当机枪做手脚 男人表演魔术炸了汤 断了手指 作为替身 哥哥也要切断手指 男人最出名的魔术 就是瞬间移动 主角想看救秘诀 被男人哥哥设置陷阱 摔断了主角一条腿 方明将卖给主角复制机器 主角用机器表演瞬间移动 比男人的表演更受欢迎 男人哥哥潜入舞台 发现机器开通后 台上的主角掉进水缸里淹死了 男人哥哥成了杀人犯 被逮捕判处死刑 巧妆的主角前来观看 原来机器会复制住克隆人 克隆人被丢在水缸里淹死 男人哥哥被绞死后 主角以为大厨得报离开 却突然被男人射杀 主角才明白 男人的魔术秘诀是双胞胎 FBI主角不愿通流和无被反胎灭口 却来到冥界警局成为鬼才 和牛仔老头组成搭档 主角观看自己的战礼 反派在安抚自己的妻子 老头接到线报和主角请离死灵 被主角胖着一顿后跳楼逃跑 老头跳楼一枪干掉死灵 掉出了黄金 调查发现黄金是神器碎片 能打通阴阳二戒 和反贩收集碎片 打算让死灵入侵人间 两人找到反派 反派就束手就擒 回到警局 老头收出了反派的踢球 踢球突然定住了所有人 恶灵趁机把黄金碎片抢走 然后把神器组合吸引了主角的妻子 无数的恶灵坠落地球 主角两人赶到不停消灭恶灵 反派打掉主角的枪和主角活动 老头用车子砸坏神器 通道关闭 反派分神被主角用枪干掉 此神救活了主角妻子 主角安心和老头继续工作 大伙是会透视眼和八卦权的贵族天才 而唐妹是家族继承人 小伙只是陪恋 被大伙打上了分家的咒应 父亲不满家族制度 受到大伙的惩罚 咒应发作头痛欲练 小伙明白这是绝对控制 隔壁村的头目绑架唐妹 被大伙干掉 小伙父亲却做了气坠羊 小伙认为命运早已注定 就像吊车为体育生 注定无法打败小伙这个天才 后来升学堂时打败了唐妹 小伙准备下狠手 却迎来四个老师阻止 吊车为主角为了证明 小伙是错的 主角用自己的努力 加上打不死的光环和外挂 偷袭一击 就打败了小伙 证明吊车为努力 可以打败天才 却不知主角是假吊车为 实际上父亲是村长 母亲是贵族 主角是天才中的天才 身长外挂还是神仙转世 后来忍者大战 主角在唐妹遇到危险 小伙替主角挡枪和牺牲了 就因为主角说他是天才 最后主角和唐妹 走在了一起 老馆长定位 大师兄会来接班 馆长儿子主角不满 老馆长别让两人打一场 让大师兄给儿子 见识一下真本力 安排主角到银行赏班 主角想再和大师兄比武 被大师兄的手下 弹弓手赶走了 大师兄收编了很多街头和混 武术会长不满 安排主角对付大师兄 主角认为武功在枪面前没用 会长说枪没用 就被枪打死了 大师兄要另起武航 还叫洋人武术 惹入了武航老前辈 大师兄要求主角使用家传的短刀法 在他的处像里杀出重围 主角还真的凭悟性杀了出来 最后对上了大师兄 在大师兄多次给机会的情况下 主角才赢了大师兄 最后两人被武航弟子抓住欧打 赶出了武航 忍者小队遇到了埋伏 男队员作为队长 出手救了小伙 却被刺瞎了一只眼 小伙惭惊醒了能力 打倒了敌人 却没有胡道 敌人施法落下巨石 小伙推开男队员 被巨石砸烂的半边身体 把自己的左眼送给了男队员 看到他保护女孩离开 小伙却被老祖宗救了 想返回小队 却看到女孩再次被抓 还被男队员干掉了 小伙当场暴走 把所有忍者干掉 此后 他决定要穿在一个有女孩的世界 开始替老祖宗办事 组决队伍夺取妖兽力量 报复自己的村子 派死了师父和师母 还发动人界大战 不活使权妖兽 把主角大救救人干掉 吸收妖兽 变成仙人形态 准备对月球释放 让全世界活在幻境中 小伙就可以再见到女孩了 但在主角的嘴顿下 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发现自己是被利用来 复活老祖宗 而老祖宗也被利用来 复活外星人 小伙转来加入主角阵营 主角便原谅了 杀害自己父母和大救的小伙 最后小伙牺牲了自己 又救了男队员 终于可以去见女孩了 主角是最倒霉的人 几年会报水管 大便会报封城 扶老人过马路老人就出意外 主角去找大师 大师玩着游戏 看出主角是少把心 谁跟他好也会倒霉 然后大师被车中了 主角不信邪 他看球赛 这时的队伍输了7比0 让反派输惨了 然后想拉拢主角 主角不答应 就要被手下干掉 大师玩着游戏路过 大师情况紧急别玩手机了 大师出手打败手下救了主角 又被车抓了 大师断定主角的祖坟出了问题 主角才发现 祖坟盖了公厕 连夜将祖坟搬到天台 然后火哥大赛运贴棒横一把银 反派派手下破坏祖坟 被大师埋伏反杀 谁会把祖坟放天台呀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